12月11号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2020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表示 今年的中美关系经历建交40多年来最严峻局面 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对中国进行不择手段的造谣抹黑 倒行一施的行为该收场了 王毅表示 在世界最需要团结协作的时候 美方却在单边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成为当今国际体系的最大破坏性因素 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出于一己私利和政治偏见 对中国进行不择手段的造谣抹黑 毫无理智的打压制裁 甚至挑动意识形态对立 企图把世界推入新冷战的深渊 美方这些人的倒行逆施该收场了 如果继续知名不悟 不仅将损坏美国自身的信誉 危及世界的和平稳定 也终将被世人和历史所唾弃 王毅表示 当前中美关系又到了新的历史关头 有必要重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战略框架 重开对话 重启合作 重建互信 中方愿意同美方开启各层级各领域的平等对话 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 力证求同存异 稳妥管控分歧 双方应就抗疫 开展协调合作 共同战胜疫情 同时也有责任就全球经济 气候变化 反恐 网络等重大问题加强沟通 努力为全球和平稳定 以及世界经济复苏 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